新西兰总理阿尔登日前将国内大部分地区针对新冠病毒的警示降至最低级别 并称新西兰正朝着逐步结束疫情而迈进 人口近500万 目前为止仅25人丧命 今日也没有出现新的确诊病例 在一年一度的世界清洁地球日上 瑞士的1000多名志愿者在全国各地共减实了5吨垃圾 其中包括500多只防疫口罩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19号称 其运营的部分油田和石油出口港口安全 不再受到不可抗力影响 目前多个油田已表示将尽快恢复产油 今年1月以来 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军及其盟友 夺取数十处油田和石油出口终端 导致石油出口被迫暂停 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18号说 将取消对石油出口的阻挠 同一天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称 将协调石油收入在两大阵营间分配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塔纳市 21号凌晨发生一起居民楼倒塌事故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另有多人被困废墟 据当地媒体报道 该建筑楼龄达到40年 约20个家庭居住在内 救援人员说 由于事发凌晨 当时多数人在睡觉 伤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